近日华评女高张桂梅校长拒绝全职太太捐款引发热议 有人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后当全职太太意味着经济不独立 缺位于社会公共事务是对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 也有人觉得选择回归家庭也是一种付出 并不代表止步不前 你如何看待全职太太 愿意自己或者另一半做全职太太或家庭主夫吗 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有不多 我朋友的朋友就有博士的 在家当全职太太的 听说过 基本上也都是大专大本 有的可能甚至还会更高一点 身边还是有一些朋友 都是大学毕业 我们小区里边有好多的 普遍的好像都大专大学的 家里也有身边也有本科 我应该就算是一个全职太太 您是本科毕业的吗 对 是 在家伺候老公吃喝 伺候孩子学习 从早上起来 在准备家人的早餐洗什么的 一天很忙很忙 我就听他们说起来 我就觉得他比上班还累 我听着都很累 做饭带玩也不太轻松吧 收拾屋子玩有戏 没有孩子 哎呀我觉得全职太太真的是 像孙悟空七十二遍 是在样样武艺样样精通 对不对 做宝宝做的营养餐呀 然后洗衣呀打扫卫生啊 还要给孩子陪赌 教他的一些智力开发呀 这些东西的 都要做的 不算职业 我觉得有价值 但是不算工作 不算吧 总感觉工作得有收入吧 没有收入就不能叫工作吧 这个我没法说 我觉得他这个做出的牺牲 不比丈夫在外面工作赚钱辛苦要少 我觉得算吧 他付出的更多 对吧 要照顾一个家庭 在我看来是应该是要算成一种职业的 如果说没有人帮你看孩子 然后你要去负担一些费用 请一些月嫂呀育儿嫂呀 在某种程度上全职太太是为我们家庭承担了这一部分的支出 肯定啊 要是我肯定不愿意的 如果收入不收你支配的话 没有底气啊 我觉得我不认同 我之前的收入也都蛮高的 我现在做全职太太 我从来没上家里要过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原来的积蓄 完全是看看自己的一种状况吧 我觉得是需要有经济独立的 他要是想独立也可以啊 虽然可能是这个收入会有些 就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我觉得养活自己没有问题 他只是牺牲了自己 顾全家庭 我认为这个不能这么说 因为家庭算是一个组合吧 有顾前方就有顾后方呢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不能说是一概而论吧 我觉得都已经奋斗成那样了 然后再做其他的事 肯定也是不会太费劲的 做全职太太我觉得是浪费 资源的一种浪费 我觉得不能说是浪费 家庭对于人来说是个挺重要的 对于社会来说 家庭稳定社会也是稳定的 我感觉不算浪费啊 先有小家才有大家啊 这不算出个高等教育的 然后你退居到家庭里边去照顾宝宝 那你可以给宝宝提供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嘛 国家也是每一个小家庭组成的嘛 我不愿意 我肯定不愿意的 我不太愿意 难的嘛 得养家呀 除非媳妇养我 我也愿意 我说真的不是特别愿意 也是看他想法 他如果是愿意做的话那就做了 如果不愿意的话 他就出去上班 这个完全是自由的 当然更愿意了 在家待着谁不愿意啊是不是 感觉挺好的 目前也是面临着这个选择嘛 如果说家庭里边确实没有其他的经济能力 或者是老人来帮带孩子的话 那我肯定是会选择去照顾宝宝的 相比之下我觉得可能我的收入不够支撑 然后让他在家去带孩子 如果要是我丈夫体谅我 我就很愿意 也可以 主要家庭和睦嘛